大美诗书画 笔墨中国风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诗书画 我是印海荣 小时候春天刚刚一来 路边就有一些商贩 挑着扁单沿途叫卖 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 他们叫卖的不是玩具 也不是零食 而是可爱的残宝宝 而现在我们很少能在街头 看到这些卖残人 也很少养残了 在古代有许多人 都是养残为生 尤其是宋代 残桑业的发展 可谓是繁荣兴盛 这在许多宋代诗歌当中 都有所体现 今天我们将要从 范城大的一首 《夏日田园杂兴》中 走进古代残农的真实生活 夏日田园杂兴起舞 南宋范城大 小腹连霄上涓鸡 大骑催睡急于飞 今年姓慎残桑熟 留得黄丝之下衣 刚刚朗诵的这首诗 选自范城大的田园祖诗 《四十田园杂兴》 这个大型祖诗呢 共有六十首 分为春日 晚春 夏日 秋日和冬日 五组 各十二首 都是在他五十七岁 以及请归以后所写的 记录了他在农村生活中的 见闻和感触 我们今天选的这首诗呢 就是范城大在乡村游历时 看到的农家妇人 忙着纺织的场景 宋代的农村地区啊 南耕女织的家庭模式 是非常普遍的 古代农民生活非常的朴素 他们需要的衣服 数量并不多 那么诗中所说的 小腹连霄上涓鸡 是为了什么呢 一方面是因为在古代 纺织 针线 几乎都是农家妇女的必修课 除了耕田之外 还要靠家里妇女织布 来补贴家用 那另一方面呢 就是诗的下一句所说的 大骑催税急于飞 为什么这位妇人 要连夜赶工呢 是因为官府 一直催着缴税 急于飞和连霄上涓鸡 就表现出朝廷赋税 给老百姓造成的巨大压力 北宋初期啊 有一种和买捐政策 指的是政府在春天 贷款给老百姓 老百姓呢 到了秋天用捐博 来偿还给国库 这本来是一种促进经济 让老百姓安居乐业的政策 但是到了后来 就变成了官不给钱 而白取之 竟然只让老百姓缴纳捐博 官府呢却不带钱 完完全全变成了增加的食物税 到了南宋则更过分 居然又把老百姓 要缴纳的捐博 折成现钱 这就是折博钱 兜了一圈 竟然变成了完完全全的 磕捐杂税了 为了缴税 诗中的农妇都顾不上 为家里人制作夏天的衣服 唯一庆幸的是 今年的残桑收成还算好 这样呢 才能留一些黄丝 给家里人做衣服 宋代诗人章鱼 有一首残妇诗 其中写道 变身裸奇者不是养残人 与这首诗描述的 残农处境啊 是非常相似的 古代从事手工业的人 连自己的生活都无法保障 这是多么令人唏嘘的事 大美诗书画笔墨中国风 我们都知道春残吐丝 残丝在手工劳动者的加工之下 就会变成丝绸 但是对于具体如何加工 可能大家就比较陌生了 那今天呢 我们要欣赏的这幅画 就为我们解开了这个疑问 这幅南宋古画长卷 残枝图是由娄淑创作的 当时啊 娄淑是杭州渔前县的县令 它非常重视当地的农丧生产 通过大量实地考察 创作了这幅残枝图 我们来看 这幅画的场景十分宏大 它是以24节气为单元 绘制了24幅小图 娄淑很巧妙地将所有场景 用一条长廊贯通起来 并且在这个长廊当中 全景式地展现了养残人 从春残吐丝到纺丝成衣的 整个过程 这幅画的创作过程啊 一定使用了戒指 因此呢 看起来工细严整 一丝不苟 更为精细的是 每个画面上都配有 小凯书写的说明文字 这些都是宋高宗的 吴皇后所写的 当时楼鼠画了残枝图之后呢 就经大臣之手 呈给了宋高宗 希望皇帝能通过画作 来了解农丧的生产状况 哎 由于画作十分地精细生动 引起了吴皇后的注意 她根据在宫中多年来 养公残的经验 为这幅画写下了提注 因此呢 这幅画的权威性 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 就能看出 女子身着长衫短袄 主要从事的是养残工作 男子呢 都是赤足 全身穿着白衣白裤 腰腹竖带 主要从事骚丝工作 而在画面的最右侧 还有妇女正在教少女养残 整幅画呀 洋溢着一种 安居乐业的生活气息 残枝图是中国目前发现的 年代最早的纺织画作 对后世的农业生产生活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也对中国残桑业的发展 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这幅画的收藏 却是一波三折 最初呢 这幅画作为宫廷藏画 一直保存于皇宫内院 直到二十世纪初期 末代皇帝溥仪将一批 清宫内府珍藏的名画 偷运出宫并且变卖 其中就包括这幅残枝图 后来经一位名叫冯义信的商人 买回并且捐赠给了国家 1983年 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书画鉴定专家 对残枝图进行了鉴定 认为它是当年清宫内府收藏的书画真品 并将其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专家们对残枝图的语语是 文物一级假品之罪 是国宝而无愧 无论是范成大师中的残妇 还是残枝图中的一位位残农 他们都在具体的生活中 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他们用自己辛勤的劳作 创造着幸福的生活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男耕女之 安居乐业 这种最朴素的形式 或许才是生活最美满的样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